10号凌晨花莲一名徐姓男子与杨姓简姓两名友人 相约到秀林乡水源山区打猎 但就在徐南手持自制的猎枪瞄准猎物时 不慎开枪袭击了杨南的屁股 索性在手术治疗后并没有生命危险 但由于三人都没有猎枪执照 在报案后还一度谎称是在捡蝸牛时跌倒受伤 居然遭警方进行调查准办中 救护人员出动工具减开男子的裤管 因为底下的伤口血流不停 必须赶紧止血送医急救 我们就立即做医务破坏的部分 然后铺路伤口发现到有一个开放性的伤口 然后正在持续出血 受医过程中患者的意识都是算清楚 索性重担的阳性男子在手术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 事情就发生在10号凌晨 花莲阳性男子和徐姓友人 以及定一名朋友三人带着一把猎枪 相约到秀林乡水源山去打猎 没想到发生意外 其中一名友人持五兆自治猎枪 瞄准猎物时不胜物伤阳性男子 原来是非法持有猎枪 难怪伤者的朋友面对调查追问一度必谈 甚至变称当时是在捡蝸牛 男子不小心跌倒才会受伤 但警方认为原型穿通性伤口实在不寻常 直到8小时后徐姓友人才终于说实话 警方随后也到现场查扣枪械 虽然原住民可以申请用猎枪打猎 但他们都没有猎枪执照 还偷偷自制枪械就是不对 结果差点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不仅讨生活用的工具全被没收 还得面临司法侦办 记者学历请发脸 采访报导